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条河流里渐渐有了血色 一个男子在河流里拿出一个包裹 里面是边界写定 画面一转来到了11天前 因为粮食的问题 男主和老王一块在一个农夫的家里 蒸掉了粮食 可是农夫说没有 老王于是威胁农夫 直接抓住了农夫的女儿 农夫没有办法 只好带他们去了地窖 他们去了那里之后把粮食取走了 还把农夫的女儿锁在地窖 因为地窖里比较潮湿 女儿肯定不想一个人待在那里 可是老王的脾气比较暴躁 男主也没有办法 因为农夫藏了一个斧头 老王就把他打死了 之后他们就离开了这里 准备去他们的目的地 他们本来要去一个目的地 之后他们和几个人一块去了一片沼泽地 男主拿着罗盘 可没想到罗盘有点差劲 好像一直带着他们兜圈子 去了沼泽地 他们发现了死去的一只狼 那只狼竟然把自己的眼睛抠了出来 这让男主有点害怕 男主竟然在沼泽地看到了那个女孩 男主有点慌了 后来男主在查看地图的时候 忽然来了一股风 把地图给吹跑了 男主只好去捡地图 可没想到他突然看见了那个女孩 这可把男主吓坏了 男主吓得逃窜 幸亏有同伴的帮助 男主才恢复了理智 然后他们继续前进 老王发现男主不对劲 然后赶紧私下里找男主谈谈 当初老王说会把那个女孩放出来 可是老王并没有回去 男主气得要死 他准备回去 他想要把女孩给放出来 现在他觉得良心不安 时常看到女孩 他决定现在就要回去 可老王直接拦住了他 他们继续往前走 就看到了一个村庄 进去之后 他们以为是沼泽的北边 没想到他们询问过后才知道 这里是沼泽的中心 男主他们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因为这里也是划定 边界线的重要的地方 后来他们询问村子里的人才知道 这里有73个人 而且他们从来没有交过税 老王和村中的一个小孩交谈 询问小孩他们是哪里人 为什么来到了这里 他告诉小孩 自己可以给小孩 任命一个官职 可小孩说 自己只想要离开这里 老王答应了他 可是小孩说 他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还告诉老王 哪里有老王手中的纸张 老王去了一个村庄的屋子 他们在里面发现了 黑斗篷的木板 然后他们叫来了村中的长老 他们把长老困在了小屋里 而且把小屋的窗户给关住了 老王和男主就开始逼问 结果男主最后听到了两个字 是我 然后小屋里面的长老发出了惨叫 老王打开了门 发现长老已经死了 男主和老王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他们当初根本就不该杀死那个女孩 男主责怪老王当初不该不管女孩 老王却说 他是为了不让女孩被老王杀死 老王直接说出了男主对女孩的想法 男主想要女孩 可最后他没有动手 男主和老王把所有的布都烧了 第二天男主他们又和村长聊天 男主在房子里看到了很多女人 当初男主看到的那个孩子 其实是女孩子 他只是扮成了男装 这是他们村庄最后一个女孩子 老王说芬兰人喜欢给死去的新生儿 争丧拿 还可以洗去犯下的罪行 老王在病房里看到了一个人 挖了自己的眼睛 还把舌头给吃了 男主在外面找到了一个同伴的尸体 同伴在死的时候 用自己的血写下了一些东西 大概内容是他被锁在了一个地窖里 虽然里面有食物还有水 可他很害怕 就喝了自己的血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人 同伴非常害怕 队长对男主说 这里以前有一个修道院 他们在这里争丧拿 这里好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这里的人认为 无需祈祷 人们在这里可以洗掉罪行 男主出于好奇 跑到了黑漆漆的一个建筑里 结果男主在里面看到了女孩的尸体 还听到了女孩的声音 女孩只想要男主回来 把她放出去 老王还专门跑到了建筑旁边 后来他回去了 打算和男主一块去递窖 把女孩放出来 如果算上女孩的话 他现在已经杀死74个人 老王就和队长签订了边界协定 老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结果看到一本书上有鲜血写成的数字 75 老王赶紧找到了小孩 他告诉了小孩想要跑出这里 首先是老王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然后让小孩带着边界协定出去 这个村庄现在变成了俄国的 老王不想让人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村庄 老王脱下了身上的每一个东西 然后跑到了那个黑漆漆的建筑 男主也站在那里 他用双手捂住了老王的眼睛 就这样老王死在了那里 小孩本以为自己能逃出去 可还是有人杀死了他 这才有了边界协定 顺着河流被人拿到 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